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是借着圣灵 那借着圣灵这个词呢 是跟透过圣灵是不一样的 如果看中文词典的话 可以看到说借油是一个借系词 不管在英文或者是原文或者是中文 借油呢 如果借是依赖 油是途径方法 但是透过圣灵 透过呢 是这个借系词是经由或通过 譬如说透过你的帮忙这件事才得以顺利完成 所以借油跟借着是 借着跟透过是不一样的 那在研究圣经 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借系词 OK 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翻译 同样一个借系词至少有三种的方法 它的意思是可以借着或者是用 或者在什么里面 譬如说借着圣灵或者用圣灵或者在圣灵里 但是我们不要在今天看那么多 我们只要来看第一个借着圣灵 那 所以 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有一个是说在圣灵里面 在圣灵里面反观呢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那耶稣当时有应许门徒们说 宝会师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 如今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也有讲到一样的事情 那从新约里面借着圣灵的这个词汇呢 我们可以看到 把它总结起来可以抓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要借着圣灵得能力 那我们看这些经文呢 包括神借着圣灵启示 还有人借着圣灵成为圣 成为圣洁 以及人借着圣灵被建造为教会 还有人要借着圣灵被充满 第五个是人借着圣灵的能力 做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说神借着圣灵启示人 我们来读以福所书三章四到六来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那在新约里面还有几处的经文也提到说 神借着圣灵启示人 那在这里保罗他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是因为神向他启示 写下了圣经 那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 但是呢 基督的奥秘在这里说到 没有叫以前的人知道 那这是四到六节 那在第十节保罗他又写到说 为要在今天为要 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所以即使在过去这些圣洁的天使们在上帝的面前来回出路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在第一世纪才向圣使徒跟先知所启示的就是第六节我们刚才所念到的 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所以就是犹太人我们跟犹太人一同得到神的祝福 还有很多的应许 那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所以我们在应许上是居外人 所以要得到了这一些一同怎么样一同怎么样的这一些祝福呢 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埋葬复活的福音 能够知道这一些 那保罗跟其他人呢是借着圣灵得知这个启示的奥秘 那我们如今读圣经我们也明白了这一些奥秘 这都是神的恩典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二个人借着圣灵成为圣洁 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到三节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 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知读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救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主要是外邦人 他们有外邦人的背景 他们在过去是服侍亚巴偶像 但是他们信主之后是服侍赏赐恩典的主 赐恩赐的主 那我们今天研究的一词在借着圣灵 在其他不同的翻译版本的翻译 有的是翻成 我们又把它翻成中文的话是在圣灵里 或者是借由圣灵 但是在河尔本呢 这个词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原文的 这个词常常被翻为感动 就像在这边所说的被神的圣灵感动 那我们如果换一种翻译的方式的话 第三节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 没有人借由圣灵说耶稣是可救主的 若不是借由圣灵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但是如果又有人要把它翻译成在圣灵里 那又是另外一个方法 但是简单的来说就是说 没有圣灵的动工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 只有人在圣灵的动工之下 或者我们中文说是感动 我们才能够相信 说耶稣是主 那我们再来读罗马书来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做神福音的祭司 教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 那保罗他服侍外邦人 他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外邦人才借由圣灵成为圣洁 所以他们就是被圣化 或者说被分别为圣 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 那保罗他就像祭司一样 把人领到神的面前 把他们献给神 讨神喜悦 所以外邦人也是借由圣灵的工作 把他们分别为圣 另外的经文 我们可以来读彼得前书 请 耶稣基督的使徒 彼得写信给纳 分散在本都 加泰 加帕多加 亚西亚 匹推尼寄居的 就是父神的前见 被拣选 借着圣灵可以成圣洁 以致顺服 耶稣基督 又蒙他所撒的人 愿恩惠平安多多的 加给你们 所以分散在小亚西亚的 教会的这些犹太人 那神早就知道 从创世以前就知道 谁会相信 谁不会相信 所以神就早就拣选了 这些会相信的人 借着圣灵 他们被分别为圣 就是在得救的那一刻 那圣灵也使他们 顺服耶稣基督 当他们过着顺服的生活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蒙 耶稣的血 的洁净 在 提多书讲到说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洁净 那圣灵 他更新我们的身份 从不义到义 如果我们当中 还有人还没有成为圣洁的话 就要先相信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 相信他为我们个人的罪死 埋葬又复活 那如果我们已经相信的话 也是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来看第三点 人借着圣灵被建造为教会 第一小点 人要受圣灵的禁 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 请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禁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携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禁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康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那我们知道施禁约翰 他从在母父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 那他在做他事工的时候 他用水为人施禁 是悔改的禁 但是他向众人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 耶稣的能力比他大 耶稣要用圣灵跟火 为以色列人施禁 但是我们知道 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是拒绝耶稣 把他钉十字架 可是有一天当耶稣再来之前 他们要相信他 而且要受圣灵的禁 但是相反的那些不相信他的人 将会受到审判 那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 来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祖父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禁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禁 所以这是在耶稣他复活之后 显现给使徒们看 他应许他们要受圣灵的禁 那不只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 外邦人也将要如此 后来犹太人 他们在五旬节那一天 他们就是祷告 就是五旬节那一天 就是门徒们祷告 在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那彼得他就站起来讲道 他讲道 那众人听到福音 圣灵呢就定他们的罪 让他们觉得扎心 他们就相信 所以教会就从此诞生 那人受圣灵的禁呢 一生只有一次 就是在信主的时候 绝对不会重复 如果我们是真正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 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禁 就不需要像一些 强调灵恩运动的人 要再次受圣灵的禁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你就是还没有受到圣灵的禁 你就是必须要先相信 我们看第二小点 人借着圣灵受禁 进入基督的身体 我们说到在五旬节那一天 教会诞生了 那教会有许多的表征 其中之一是基督的身体 他是一个有机体 他会一直成长 一直长到有一天教会被提为止 那我们来读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西利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是从一位圣灵受了禁 成为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好所以在原文里面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几个字 是借由圣灵受禁 那我们在中文的翻译是 都从一位圣灵受禁 所以这个是圣灵的禁 不是禁水里 那这里又讲到说 隐于一位圣灵 就是耶稣在节期的末日 他站起来所应许的说 相信他的人呢 有一天他 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相信他的人 就是灵魂 可以永远不可 那任何人都要先受圣灵的禁 然后才是禁水里 禁水里是在得救的时候发生 圣灵的禁 但是禁水里是在之后发生 只有在受过圣灵的禁 的信徒所受的这个禁水里 才算数 要不然就是不符合圣经 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禁呢 另外圣灵的禁跟禁水里 也是成为地方教会会员的先要条件 在行传第二章的41节 讲到说 那天受禁的人光男性 成年男性就有三千人 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就是加入教会 那你就要问自己 是不是已经受进入基督的身体 圣灵主动的把出信的人 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话 圣灵也不会强迫我们 把我们进入他的教会 我们是要自己决定 要不要相信 那他我们如果还没有被进到里面的话 他也不会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不会有圣灵的活水 第三小点 人借着圣灵进到父神面前 那我们来读这两节 再读一遍来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可以进到父神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 三位一体的神都有参与 那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 西里尼人都是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神面前 那被一个圣灵所感 原文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在英文圣经被翻为在一个灵里 甚至有的是借着一个灵 那罪人不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 可是永远的与神隔绝 但是所有的基督徒呢 都是借着一个圣灵进到父的面前 因为与神和好了 那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已经进到父的面前呢 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 跟借着圣灵在你我心里的工作 我们可以去到父的面前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来看第一 神界的圣灵居住在人里面 我们再读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请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角石 各方靠他联络得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教会是建筑在使徒跟先知的讯息上 并且有耶稣基督自己为防角石 那防角石是一栋建筑物的基础 基准点 那教会的另外一个表征 就是这里所说的圣殿 他是被准确的来建立 当有人信主的时候 就被加上去盖上去 那成为圣殿的目的 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那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是圣灵的殿 圣经这个经文说到 神借着圣灵居住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 那耶稣也应许门徒说 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像十七节说到的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那今天圣灵也要住在我们里面 那一旦有他的内住 他是永远不会离开的 不像旧约时代 像大卫所写的诗篇一样 他们犯罪 圣灵会离开他们 但是现在我们一旦相信 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不过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圣灵的同在 那是凭感觉 凭感觉是不准的 圣灵都是在我们里面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常常住在他里面 他有没有常常住在我们里面 是不是我们常常离开神 我们来看到下一点 人要借着圣灵被充满 我们再来读这一节来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好 醉酒的人会想睡 或者是做不道德的事 这里所说的放荡就是这个事 他是被酒精所控制的 诗经约翰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在第五章十八节的原文说 他是可以翻成中文的话是 而要借由圣灵被充满 那充满这个词呢 也用在东西上面 譬如说装满了 篮子里面装满了饼 或者是说 在人的身体上面 长满了大麻风 那这个字呢 也常用在 就是充满了能力 或者恩赐 或者情感特殊的一些品质等等 也就是说 人要借着圣灵 充满神的一些属性 就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 那今天我们所说的 圣灵充满不是 像我们这个时代 很多人说的要说方言 因为圣灵的启示已经完整了 我们今天不需要说方言 我们而是要顺服于圣灵的管理 照着神所设计的方法 跟他所创造的 来活出基督的样式 那我们什么时候要被圣灵充满呢 充满呢 在这一节的 原文的时态 就是现在是 也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 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 就像 如何被圣灵充满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然后教会开始之前 就是很多人他们持续的祷告 恒切的祷告 后来圣灵降临 圣灵充满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 圣灵不会降临 因为圣灵早就已经降临了 我们相信的人是要不住的祷告 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思想 跟我们的言行 以弗所述也讲到说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我们穿上打鼠灵征战的军装的 其中一个就是祷告 借着圣灵多方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跟带求 第五点 人借着圣灵的能力 第一小点是 借着圣灵的力量刚强起来 我们来读以弗所述三章十六节 请 求他借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的心理力量刚强起来 在十三节的地方 保罗他有提到说 患难丧胆 那保罗他的祷告是 他们不会丧胆 以及他们能够得到属灵的力量 那圣灵跟天父 曾经让耶稣基督从死里活过来 他也同样的能够给信徒力量 我们也有属灵软弱的时候 要得到这个力量呢 是要借着祷告 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讲到说 神能造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天父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 加添力量成就他的旨意 是远超过我们所能预期的 我们来看B 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我们来读罗马书15章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所以这一节是一个助导词 神是盼望的神 他在试炼当中呢 给人盼望 那保罗的祷告是 祈求他们能够有平安 有喜乐 只要他们有信心 他们就可以得到 就可以经历平安跟喜乐 那我们也是同样的 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 能够大有盼望 第三小点 借着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接着保罗再念 再写这一节我们来念 来除了基督借着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 用神积其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所以保罗他不夸口 他带领多少人信主 他明白他只是神手中的器皿 他领外邦人到神面前 是借着圣灵的话语 跟圣灵的能力 那在使徒行传 有讲到说 但圣灵降临 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那圣灵已经降临 我们也有他的内住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 借着圣灵充满 我们的力量就很有限 那我们也要明白到说 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器皿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只能借着圣灵的话语 跟能力去带领人归主 用他的话 在人的心里工作 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跟别人分享福音 以及祷告 所以我们来看到 今天所讲到的 借着圣灵 我们的主旨是我们要借着圣灵得能力 我们看到两个大的部分 一个部分是天父怎么样用圣灵来启示 另外一个部分是人借着圣灵能做什么 好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人借着圣灵成为圣洁 那就是人的罪 就是因为福音 相信福音 相信耶稣基督 为我们个人的罪死埋葬复活 能够成为圣洁 第三个就是 人借着圣灵被建造为教会 人要受圣灵的禁 借着圣灵的禁 禁到基督的身体里面 那圣灵的禁 这个灵禁不同于水禁 正确的顺序 是要先受灵禁才受水禁 那受圣灵的禁 也不是一种特殊的经历 一位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是在相信的时候 被圣灵禁到基督的身体里面 不需要再次的受圣灵的禁 那另外就是说 一间教会 不用一直问成员们 有没有受过圣灵的禁 并且教导他们要如何受圣灵的禁 那一个真正的教会 也不是不讲福音 只算有多少人受禁 受禁水离 不过很可惜的是 今天有很多的教会 到处都是充满了这样子 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那每一个人呢 借着圣灵 进到父神面前 就是在得救的同时 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是圣灵的殿 有他我们就能够流出火水 下一点就是讲到说 人要借着圣灵被充满 我们可以看到 使徒行传的例子就是 他们所选出的执事 是被圣灵充满的 有七个人 另外就是巴拿巴 他也是被圣灵充满 那我们也都能够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 我们被圣灵充满 就是借着读经跟祷告 第五点 人借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 藏在主里面 一直被圣灵充满 似乎是个理想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似乎 属云光景都会有起起伏伏 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力量 在刚想起来 同样 还是一句老话 就是借着读经祷告 常常到神的面前 那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在试炼当中 我们能够 有神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 最后我们看到说 就是使外邦人顺服 我们传福音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而是靠着圣灵的话语 圣经以及圣灵的力量 那我们就是借着祷告 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 前一阵子发生在我身上了 就是说 我知道我的手机 它具有能力无限上网 但是我却没有吃到饱 我没有给它这个自由 去发挥它的功能 发挥到淋漓尽致 除非我去参加了 这个吃到饱的 这个事情我才能够 完全的让它 发挥到最大的功能 那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 让我们自己 发挥到最大的功能 就是神设计 所设计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 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服事神 那圣灵是父神手中的工具 我们要借着圣灵得到能力 借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可以刚强起来 领恩归主 那如果我们要 成为父神手中的器皿 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帮助 那因着信主的人 也将跟我们一样 能够借着圣灵 能够得到能力 好 我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请尾伦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